女孩一个纵身跳到了高处的栏杆上 阳光照在女孩的身上 男孩仰起头看着向阳处的她 海提时代浩介救了一只小猫 并且成功地把猫咪还给了她的主人 长大后的浩介成为了一个白领 过着匆匆忙忙的生活 在繁忙的都市里挤电车赶地铁 眼睁睁看着自己心仪的女孩嫁给别人 承受着上司的无情刁难 在如黑夜般没有光明的生活中 一位合作公司的女同事 像一道光一样朝着浩介捆捆走来 这个很可爱的女孩 就是浩介十年前的同学兼初恋真许 十年前真许刚刚转来浩介的班级 站在前台还没有说一句话 就小跑到浩介的面前自我介绍 十年前的真许成绩很差 人也显得笨笨的 这样的她迎来了一群坏孩子的欺辱 浩介挺胜而出教训了那帮坏孩子 此举让浩介受到了学校的批评和同学的疏远 从此真许和浩介就成了彼此唯一的朋友 两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青春时光 这段美好的感情随着浩介的搬家截然而至 两人万般不舍却无能为力 十年后的今天 真许如抽小鸭变白天鹅一般 已经成为了一名职场小达人 浩介在工作中屡屡失误 提案受到领导的否决 真许及时出现在浩介旁边 两人手牵着手一起解决所有问题 就像十年前浩介帮助真许那样 两人像是重新回到了十年前一样 愉快地相处着 真许向浩介道出了自己的心事 这十年间 为了能够和浩介在人生的道路上并肩而行 他努力地读书 让自己变得优秀 如今愿望终于实现 浩介很感动 同时他也深深地被真许打动 他们再一次相恋了 生活如蜜糖一样甜 浩介和真许开始游山玩水 随着二人的接触越来越多 真许的行为也显得很诡异 真许行动敏捷很怕烫 对鱼儿只说好吃不说美 对收养流浪猫的老婆婆 有着一言难尽的表情 和说不完的话 只觉得奇怪 但是浩介没有多想 没过多久 真许带着浩介来见家长 浩介鼓起勇气提亲 却被真许的父母亲拒绝了 亲情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两人一起经受住了家长的阻拦 牵手成功 结婚后没多久 真许开始大量脱发 性格已变得很差 鱼缸里的鱼 也会莫名其妙地减少 医院给出了检查结果时 真许并没有身体上的异样 接着最让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小孩子从楼顶意外坠落 真许从中间的阳台跳出 接触孩子 还能毫发无伤地着陆 这一切都让浩介大吃以惊 一直爱慕着真许的男同事心疼 也在默默关注着真许的一举一动 当他看到真许像一只小猫一样 因为在收养流浪猫的老婆身边 寻求安慰时 心疼马上知晓了真相 他把事情告诉了浩介 原来真许就是浩介童年时 不顾危险救下的那只小猫 一时间浩介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妻子 这一天 真许为浩介做好早饭后就出门了 浩介起床吃了几口饭以后 疯狂地追出门 却寻不见真许 他打电话给自己的岳父岳母 他们已经记不得有过这个女儿 浩介来到真许的公司 公司前台说 这里从来就没有这个员工 连曾经告知自己真相的心疼 也把真许忘得干干净净 浩介想到了 住在森林小木屋的老奶奶 老奶奶对浩介的疑问做出了解释 她说人们已经把真许遗忘 那说明真许的生命快要结束了 在他们初次相遇的海边 浩介找到了真许 共同度过了属于他们的最后一个下午 日子一天天过去 浩介并没有像预言中说的那样 把真许忘记 她在热闹的人群中孤独落泪 也许此生远近 来生可否再相见呢 在一个樱花盛开的季节 浩介在樱花树下遇见了一个怀抱着猫咪 长得和真许一模一样的女孩子 女孩子的脖子上挂着他们的结婚戒指 浩介明白了